林宇忠特别回马召开记者会 澄清与前经济公司大马励志娱乐传媒解约事件 所以当他发说因为我在长期在内地 然后没有办法兼顾马来西亚这里公司安排的工作 这个是完全不舒适的 因为就是没有安排工作没有规划 我才因为艺人总得动起来嘛 我才到内地去 就是请菲姐帮我安排系 针对励志娱乐在2012年6月14和15号 发布的合作结束通知声明书 以及接受媒体访问时所发表的内容 林宇忠在中国经济人的陪同下 一亿助数澄清 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当一直没有头绪的时候 就地方反而跟我说 就是除非你给我我们中国内地的部分 然后而且要就是还要延长 就过了一年还要延长我的签约的期限 以这些来当条件来做发片的条件 所以我就觉得说已经跟当初谈合约的已经是违约了嘛 那5月21号还是一样围绕在这里的时候 我就给了他结束 我自己也满头雾水 第一为什么是两个不同 内容不一的 然后第二个是为什么都没有跟我讨论 那这个发公告的东西 不是从方向赞同底下才会发出来 我是不会发律师信 除非接下来 有任的一方 开始对我做出毁谤还是纷纷伤害的事情 对 目前为止 现在我只是出来澄清 为那之前两则的那个新闻做澄清 不属实的部分做澄清 我这一次出来不是想攻击 对 我只想澄清 我觉得这个对大家都公平 对你们也都公平 对我自己也都公平 对我来说